为什么发高烧要温服 我学原始点 有一些基本困境 在西医 如果病人发高烧 一定要很快把温度降低 不然高烧会变成严重脑膜炎 menogitis 请问原始点 温服会不会把烧提高 他的问题 所以我发现现在在问原始点 都经过西医洗脑过了 而且都是已经升值了 果生果的概念 比如说这里又提到 高烧会变成严重的脑膜炎 这个不就是果生果了吗 高烧是一个症 症的不适感 那脑膜炎 也是一个症 或是组织受损好了 发现 好 那怎么会症生状呢 这个前面已经讲了 症不生状 状也不生症 怎么可能 这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问题啊 好 那不过虽然是不能成立 我也知道不会的 我记得之前我自己也有高烧过一次 我的高烧是到好像四十一度多 那是我一辈子最严重的一次 那高烧到什么程度 高烧到我自己都会抽筋 那我看诊回去因为人已经极度不舒服了 然后也身体有脚有在抽筋的现象 我就开始用爱调温敷了 早期在当中医师的时候 那温敷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人就比较舒服了 也没有像 这个患者的提问 这个西医应该把温度降低 那原始点是温敷 会不会把烧提高 好像也不会啊 我的烧反而就稳定下来 补充热能了 就反而稳定下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以原始点来看 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你之所以会发烧 是因为什么引起 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嘛 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有疾病皆因这样 那热能不足 你不温敷补充热源 怎么可以呢 而且还用冰敷 把热能更消耗 那这样不是更限自己 于不利的境界吗 而且他发烧的时候 要消耗很多人的热能 那在消耗的过程中 你又冰敷的时候 热能会严重进一步更消耗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 新冠病毒会有很多人挂掉 除了呼吸的问题以外 很多也是会发高烧啊 那你又打点滴 又降温冰敷 那这个一降下来 你热能进一步消耗 那原始点就有讲啊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你把热能严重再进一步消耗 那不就是把自己陷入险境了吗 所以真正要解决高烧 因为他已经在高烧 其实身体已经在自我处理了 高烧在我看法 他是在修复过程中的一个 正常恶化现象 也就表示这个高烧之后 身体就会好转 但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不断在消耗热能 这时候更应该急着 要补充内外热源 所以我只要有高烧一出现 我就把它当作是 正的体力虚弱处理 就是先温敷在讲 先以热源为主 然后按推为辅 来处理这个高烧 那很可以想见 这时候高烧之所以会危险 不是在 它会产生脑膜源 如果会产生脑膜源 那它头部也有体伤才对 那如果高烧引发气喘呢 那你又怎么说 那就是高烧 它因为背部有体伤 进一步恶化 那就产生呼吸困难或气喘 是这样来的 那你一定要从一下手 所以简单的讲 你担心你头部有问题 那你就头部原始点按一按 一定要先温敷 发高烧一定还是要 先以内外热源去处理 那处理完再按推大开关 大开关最重要保命的两个开关 第一个就是最重要上背部 第二个就是头部原始点 那这两个如果有处理 那很快我认为 然后加上你的内外热源 我认为这个高烧应该很快就会缓解下来 反而这样才能根本治疗 那如果你用退烧的 我刚刚讲的会限自己于危险境地 而且你即便把它压下来 因为药效一过它又烧起来了 那这样反反复复不断消耗热能 而这些药或是冰敷的东西 都是正在加速消耗热的 反而病拖的夜久 你的情况就会夜危机 简单的讲你已经用错方法了 冰敷绝对是错误的 所以古代的时候 你只要什么发不发烧 你古代都是用姜汤的 不过用棉被盖棉被 早期受伤寒论 张仲敬那个伤寒论影响也蛮大 感冒它是桂枝汤 然后桂枝汤没有发汗 他就会盖被子 盖被子如果没有发汗 他就会吃一些热溪粥 来达到发汗 那他认为发了汗烧就自然退 那你看这几种包括盖棉被 热溪粥 还有桂枝汤过麻黄汤之类 这些都是温热药 那温热药很明显嘛 古代这样治疗反而能够治好 那现在西医这样反而 你看现在新冠病毒 光一个发烧或是呼吸道的问题 然后头部的一些症状 就处理不好 然后从一个轻重症到最后重病 到最后往生 我看不出西医有什么好方法 如果有 现在印度也不会进一步 这样整个医疗又崩溃了 那世界各地到现在 即便打了疫苗已经一段时间了 好像各地还各国还是在禁止 尤其现在今天的新闻也听到 日本现在这个也是在禁止的 那个严格筛选国外进来 那为什么会搞到这这么严重 你看一个发烧 不是新冠病毒也有发烧的一个现象吗 那发烧怎么会只有脑膜炎的问题 发烧它热能严重下降 还有很多问题会产生 那如果说你是说发烧而引起 呼吸困难 气喘 或是脑膜炎或是头痛 这个都是果生果 其实高烧本身就是一个症 那处理上这些处理症一定记得 一定要从体上跟热能不足下手 那热能不足当然就是一定要温敷 而不是病敷 好 这一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